我能了解你们的痛苦,我和你们同样是好人。 为什么你们生活得那么痛苦? 那是因为你们无法分别事情的真与假,对与错,无法相信对方,无法和睦地生活,无法团结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每天生活在不自由,谎言和隐瞒中。 这是因为你们无法看见你们理智,有德性的思想那一面。 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拥有两面面孔,思想。 一面是善良又理智,有德性的思想,而另一面是邪恶又不理智,不道德的思想。 当不理智的思想成现时,我们就应该使用理智的思想来征服,战胜它,因为善良又理智的思想永远都是胜利者。 当某个畸心不良、邪恶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采用不理智的思想来控制我们时,我们就应该以不理智的思想来征服它,使它觉得害怕远离我们。 相反的,当面对善良的人时,就应该用诚恳的心和理智的思想与它相处,这就是最基本的道理。 为何世界会有善良与邪恶的人之分别呢? 人之会成为善良与邪恶在于自己的心态。 邪恶的人,他们拥有不理智的思想,一颗非常自私和妒忌的心,因此就成为了邪恶的人。 相反的,善良的人拥有理智的思想,一颗不自私和羡慕的心,因此就成为了善良的人。 为什么,你们看不见你们另一面理智的思想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某些机心不良,恶毒者已经将它隐藏。 他们只是教育你们不理智的思想和技巧,例如,如何操纵某件机械等,以完成他们的心愿。 这些恶毒的人想要控制你们,想要占领你们的国家,让你们无法和谐,无法看清事实。 无法向他人诉苦,无法与他们反驳,世世代代成为他们的奴才。 到底他们是谁呢? 让我来解开这个谜。 你们所受的教育都来自英国。 但是,英国的政府并没有教育你们正确的观念和理智的思想。 因为,英国的政府拥有自私和种族歧视的心态,他们误导你们香港的居民,教育你们不理智的思想、错误的观念。 使你们无法看清事实,无法向他人诉苦,无法团结,无法面对人生,互相撒谎,互相排斥。 每天生活在紧迫感压力,忧虑不安,谎言,痛苦与害怕之中。 那么,你们又知不知道美国这国家的由来呢? 早在公元18世纪,英国的囚犯恶毒的坏人因犯了严重的命案,应该被处死。 但当时,英国的政府太重视人权的自由和生命,于是就想出一个方法,将这些囚犯用船只载送他们到一个荒岛,让他们自生自灭或互相残杀。 刚开始时,他们是互相残杀,互相欺负。 但后来他们为了报复和生存下去,就将人类视为动物来观察。 后来,他们才发现了善良的人类之所以有成就在于他们的品行和理智的思想,就自创了这人类学科Anthropology。 在公元19世纪时,是战争时代。 为了夺取他人的财富和国土,就以战争来战胜他人的土地和财富。 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也领悟了生命的短暂,以及战争的可怕性也不在战争。 同时,美国人也领悟了这道理。 二十世纪时,美国就以科技和经济繁荣的手段来骗取世界各国的注目。 当时,人类所受的教育也是很有限的。 许多东南亚国家的领袖以及人民都深深地被吸引,积极地到美国去学习与寻求方针。 到底美国还有能力向东南亚的国家如中国、韩国、伊拉克等国家战争吗? 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已经灭亡了。 今日您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公司,前来东南亚投资? 为什么呢? 这挣了他们的国家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了。 他们,美国人,了解他们的政府在撒谎。 他们的人民和国家与你们现在的处境一样。 人民无法团结、互相排斥、互相撒谎、生活在痛苦、不安和害怕之中。 于是,一些美国的居民、狡猾又有钱的美国人就纷纷地逃亡到东南亚的国家继续生存。 他们也了解善良的人类才能成功、独立、发达。 现在,美国只剩下无能力的居民、老年人和小孩又如何去向世界战争? 您又知不知道,美国、居民、失业者或行旗者,政府每个月都必须给他们月薪吗? 为什么? 如果你回答是自由的国家吧。 那你就答错了。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自己,没有人民又何来政府呢? 您又有没有发现,英镑是全球稳定的钱币呢? 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英国的居民都很理智和团结。 那为何美国不向英国战争获报复呢? 因为美国了解自己的能力,他们是永远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拥有不理智和恶毒的思想。 自由的真正定义就是生活的快乐、轻松、平安、不受约束、合理和理智罢了。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求穿得舒适、整洁、得体就可以了。 简单就是美,simple make perfect。 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尊重、坦诚、信任、礼让、容忍、谅解,给予彼此自由的空间。 只要求合理和理智就应该满足。 为人丈夫也应该负起责任、照顾家人、疼爱妻儿, 更应该拥有男人的风度、有能力、有金钱, 就应该带家人和妻儿们到处吃喝玩乐、享受一番。 这样彼此的友谊才能够持久、生活过得美满和幸福。 教育儿女,为人父母就应该以温和、心平气和、耐性、理智的思想、教导、说道理或讲故事等的方法来开导子女, 使他们了解和明白,而不应该以脾气、暴力或打骂等的方式来管教他们。 所谓谚语,爱人者人人爱之,敬人者人人敬之。 爱护幼小的孩子就像爱护自己一样,尊重年老的人就像尊重自己一样。 这样才能得到好的回报。 你的心是最好的老师。 每当你做错事时,你就会觉得悲伤和难过。 你就应该自我检考,勇敢地修正你的过错。 第二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后,至今只相隔58年。 可想那个时候,人类所接受的教育是非常浅薄的。 当时,父母们太过急于教导子女,过于担心孩子们的未来, 再加上缺乏教育以及误信他人的谎言,造成今日的悲剧。 父母们期待子女们各个都能够成龙成凤,拥有光辉的未来。 生活能够过得舒适,安宁和幸福。 为人子女就应该谅解父母的苦心,孝顺父母,更不应该斤斤计较。 谚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这句话说明了,树想静止,但风却不停地吹,子女想奉养父母,但他们已不在人间。 同时也劝勉子女应在父母健在时,好好奉养父母,以尽孝道。 在此,让我说一个小故事大道理给你们听。 传说在古老的中国,有一个城市名叫封城。 那儿居住的居民全都是疯子。 那城外有一口井,城里的居民全靠那口井里的水维持生活。 听说城里的居民全都喝一口井水,便立刻变成疯子。 有一天,有个刺客陌生人来到了这城市,就在这城外的井里,喝了些井水,但却没有发疯。 城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就立刻将这刺客抓起来,进行开解,研究。 这刺客受尽了无数次的折磨和痛苦。 最后,他终于发疯了。 城里的人,个个都欢呼喝彩,因为又多了一名疯子,领悟,醒悟,团结吧朋友。 人生短暂。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别再执迷不悟。 不然,您一定能够体会这传说的真理。 放弃重阳吧。 做回自己。 因为您已经领悟事情的真相,您有能力独立和生活自由,就应该拥有自己的人格。 不要再让恶毒的人牵着你们的鼻子走。 生命早已注定,别再相信谣言。 所谓成语说,忠言逆耳。 忠言能使国家兴旺,谣言、谎言能导致国家灭亡。 别再相信谣言,凡事都要讲求证据及证明。 善良的人就应该有好的回报,恶毒的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别再自欺欺人。 欺善怕恶,国家一定灭亡。 助善欺恶,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团结,自由,快乐和幸福。 别再错误了,珍惜你们的生命。 美好的前途就呈现在你们的眼前。 全靠你们如何去掌握和看待你们的人生。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战争的时代,而是文明的时代。 如韩国和日本,他们以文化来建立新时代。 谣语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成功者坚持不懈, 失败者半途而废。 请支持你们的政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